拒絕毒品,你一定做得到 國中差不多三年級的時候 因為翹家的時候 跟一些朋友他們就跟我講 吸了以後會很有精神 然後就跟抽菸差不多 然後我就開始吸食這樣子 有刑責的時候 我就被抓了兩次嘛 後來有被判刑 在滿18歲以後後來被判刑過 可是我因為這次關了十年 出獄以後去探望我的女兒的時候 然後我的女兒從我出生 從她出生到她長大的時候 回到家她已經國小六年級了 如果我現在再繼續吸毒 我要回去關十年的話 再回來她22歲了 現在她都不認得我了 等到我再關十年回來 她還認得我這個爸爸嗎 所以我才覺得說 我要不要試看看 不要吸毒過正常的生活 才有這種念頭 後來讓我真正的意志 越來越堅定是回到監獄去 我回到以前我關的新竹監獄 回到那一個工廠 回去的時候所有同學都嚇到了 我每次看到姜元富他都是坐球車 帶腳樓進來 為什麼就是他可以走大門 拿麥克風進來 我每次都會開玩笑跟他們說 我每次很想吸毒我就會想到你們 因為想到你們 如果我進來關你們會笑我 所以我就絕對不能吸毒這樣 去宣導 反而是增加我自己的信心 讓我更加的不會想要去吸毒 戒毒雖然是很困難 可是如果你有想要戒毒的那個心的時候 願意的時候可以去尋求各縣市的毒房中心的時候 然後比較要去找醫療資源 比較能夠戒毒 單靠自己要戒毒是不可能的 你要有團體的力量 宗教的力量 還有家人的力量 親情的力量 對 要有很多種力量把你綁在一起的時候 戒毒其實就沒有那麼困難 謝謝 謝謝